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二级的无双技能 咱们再来看四十级技能比较通俗了 就是那个火牛汉地 也叫踩地板 然后呢这是四十八级的中级必杀 一个这个超必杀的骑手 然后呢加上这个跟踪的这个火 跟踪的火 这是张飞的超必杀 这是隐藏技能 路易防 赵云 赵云的话呢 我是特意找了一个有马王的关卡 比较的不容易 我们来看啊 首先 先展示一下赵云的四十级技能 上下跳 这个钻头 这个钻头的话呢 是打马的专属技能啊 打人形的关系呢 没什么用 基本不掉血 就打这个马 尤其是顶的墙角 看见了吗各位 刚才的话呢 第一个打了半血 之后呢先给马顶死 然后你看这个孙姬 人形的关系呢 他主着 是不是啊 不是那么太给劲 刚才有点小卡 不要紧啊 然后呢钻头可以接连招 我这里呢是钻头接了个无双 有点小坑啊 这个位置无双没打拳 不要紧咱们再来一次 让孙姬上了点 这会儿不靠着强无双 赵云的无双是最帅的 反正我是觉得 所有人物的无双里边呢 赵云这个 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帅 OK 然后呢咱们再来个48级必杀 上下拳 所有人物的48级必杀呢 都是一个全屏 之后呢有一个压起身的效果 这里又卡了一下垃圾电脑 OK 这里赵云呢也是展示完毕了 再给赵云展示一下 这赵云的一个跳跳技能 哎一个跳 哎呀没啥找我呢 没事啊 充斩示一下 这个跳跳技能很帅 而且呢出招无敌 几招无敌 这里怎么又卡了呢 这怎么扔的 无所谓了无所谓了 小卡一下 然后呢这个咱们来看下一个人物啊 这个马超 马超这里的话呢 是直接来 先来还是 先来20级的无双 所有人的无双都是下场跳 都一样 然后呢记住啊 用无双的时候狂NA 不然的话呢后继不出 这个是上下跳 有追地的效果 有追地的效果 然后呢来一个马超48级必杀 相信的话呢 这个单人武术武剑里呢 这个大家对这个48级必杀 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 四个胜兽一次出场 然后呢 这个中间呢 是一圈 持续的一个火焰效果 咱们再来一次 马超这个必杀 也是非常漂亮 而且的话呢 持续时间很长 可以看到他这里做这个人物 48级的必杀 真的是很有心啊 这一点真的是 做得挺厉害的 OK 那么呢 黄总登场 五虎将一次登场 这张呢是前A 黄总的一个滚开 也是呢 这个 之前的什么 封印在洗版本 什么没有的技能 OK 那么呢 这是射箭啊 这射箭很有意思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射箭是后拳权 能射三法剑 然后呢 三法剑分别是上中下 之后呢 能蓄力 我们来看这个剑 一个蓄力 再来 再蓄力 你玩玩 什么时候 没事 再蓄力 哎 你是不是有病啊 好吧 这里来个无双 没无双上 独标 来个无双 黄总的这个人 无双的话呢 无双技能 应该说伤害啊 他是有 有可能打的最高的一个伤害 因为他这个无双的话呢 在终结之前的那一下呢 是可以把怪卡住的 然后我们来看 40级技能 82A 独皮华山 不 82B啊 独皮华山的升级版 然后呢 这是48级的技能 上下拳 82A 一个这个全屏幕的 这个万年窜息 很帅 是吧 而且呢 有倒地提杀效果 这是跳下拳 这个老爷可能这个 年岁已高啊 这玩意上后作力 我必须得射他一剑 看凡着各位 这一剑射上了 不掉血 不掉血 那么OK啊 咱们这个黄总呢 就给大家展示到这了 咱们来看下一个人物啊 无虎将一丝登场之后呢 那下一个人物肯定是军师了 这一招呢 是BB啊 跟赵云那个跳跳是一样的 跳起来 N柱跳 他在空中就会一直飞 然后呢 你在空中可以 控制所有的方向 之后的话呢 祝格亮满 这个30级 这招是30级的技能啊 然后呢 这个祝格亮 这个暴起之后呢 这个空中的82A 加上这个预见飞行 可以无限连 也是这个 我打速通 鼠平剑秒杀 常用的招数 第一个乌霜没打全 不要紧 咱们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调查你好好玩什么 你在干什么 这里来了 A3下 这是一个完整的乌霜 最后呢 是一个半截窜心收尾 祝格亮的乌霜 可以说呢 不疼不痒 不疼不痒 这是40级的技能 八卦阵 上下跳 82B 这个技能怎么说呢 打双Boss的时候还不错 起码呢他可以控住一段 然后呢 让你去打另外一段 同时那你也可以 用各种道具追递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48级技能 走 万箭窜心 最早怎么说呢 图有虚 图有气表 图有气表 伤害也不行 然后呢 这个控场能力也一般 完全不如护水 祝格亮这个48级技能 其实感觉可以做的 更厉害一点 OK 咱们来张辽 张辽这个人物的话呢 这个乌霜是非常厉害的 尤其最后P杀收尾 保证自己的安全性 刚才是一个下降跳的乌霜 这个40级技能 大蒜头 不是大蒜头去了 这是 跟这个拳黄99 红丸的那个 对杀几乎是一模一样 然后呢48级技能呢 张辽的非常好用啊 这个大丁板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 就是时间有点短啊 而且呢 多个怪有奇效 只不过呢 那个唯一的遗憾就是 不能边打边加气 OK 貂蚕被自动场 这一招呢 是貂蚕的误霜 伤害很高 而且呢 最后P杀收尾 保证自己的安全 之后呢 40级技能 是算所有人物里边呢 实用性能排到 前两名的其中一人 亏蕾娃娃 全场定住 这真的是非常厉害 上下跳 OK 最后呢 咱们再走个48级的技能 这个48级技能的话呢 是全屏垫 而且呢 是可以追加倒地去 而且可以追加 这个倒地攻击 这招是很好用的 只不过呢 不加气啊 不能边打边加气 有点可惜 再来个亏蕾 那么呢 雕山结束完毕之后 他老公登场 走 吕布登场 吕布的话呢 首先独住了 咱来一个乌霜 吕布这个乌霜呢 伤害很高以外呢 有一个优点 就是什么的 可以打连断 我们可以看是吧 乌霜结束呢 还可以继续连 我这里呢 补一个A 再接一个乌霜 这是这个吕布无双的 牛逼之处 牛逼之处 然后的话呢 咱们这里是四肢机能呢 是隐身一 二开天下无敌隐身了 这就是隐身一效果 但是啊 这个人物这个施法啊 这个感觉比较难出啊 他是四六B 后前跳 是隐身一 这就感觉比别人都难出 这里是B杀 B杀是82B 上下跳 一个飞杀走势 全屏幕的攻击 可以后续连招 挺实用的 然后呢 这里我是想 追一个四八B杀 给他打死啊 结果的话呢 夸反了啊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OK 旅部介绍完毕 咱们来看下个人 我去处 这个胖子的话呢 先给他放倒 来一个乌霜啊 这个人的乌霜呢 伤害很低啊 伤害很低 伤害很低 但是怎么说呢 落地比较安全 看一看 是吧 OK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四肢机能啊 这就是四肢机能啊 这是九七成光汉 那个超B杀 可以这么理解 这是四八GP呢 上下A 8A 很强 真的是很强 这个你如果屏幕越大 这个徐楚左右冲撞的 这个效果就越好 而且的话呢 边打边加气 徐楚的四肢八G技能 特别的强 OK 我们来看这个陆迅啊 陆迅的话呢 这里是给大家展示 一个陆迅的这个技能 因为这个 新陆迅所有技能全变了 这一招是后肩拳 可以护接 伤害很高 这是后肩拳的 一个五脑护接啊 这一招应该是陆迅 30级会的 还是40级会的 反正是很强 这里的话呢 我是飞蝶大虾 准备来一个这个 236A 这是原版的旋风剑 变成这个钻剑了 这个前拳 连续A呢 三段 中间有个旋风剑的效果 这是陆迅的这几招 OK 咱们再来看别的 一个莲花放倒 一个大虾追递 我们来一个乌霜 这是陆迅的虾上跳乌霜 一顿A 还是挺帅的 而且呢 伤害比较不错 最后一下必杀手尾 很安全 这个是48 40级技能没打到 上下跳 我以为这招不用打 这招的话呢 伤害也不错 这招 感觉 怎么说呢 还需要这个 先命中一下目标 这 这点有点小坑 那么呢 没气了 我这里呢 只能到下一关 给大家加一个气 我这里呢 用吕布杀死一个怪 就有气了 然后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48级技能 没有气了 挺坑的 这里用吕布 快速的击杀 这个杀狗 搞定 有气了 那么来 换回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48级技能 好 82A 这怎么没用呢 我是喝酒了吗 来了 一个82A 一个剑阵 然后呢 在剑阵里边 一个乱舞 据说这个是 毒丹粉的一个技能 OK 搞定之后呢 也可以继续后续连断 也是挺厉害的 那么呢 咱们来下一个人 看下一个人 这里呢 是本游戏的 最后一个 第一角色了 夏后渊 夏后渊这个人物的话呢 怎么说呢 这个40级以后 还是挺强的 这里是他的 236A夏上A 一套小连招的户阶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人物的各种技能 这是46A 46A的一个狂扫 OK 准备无双了 各位 这个人物的无双呢 是全人物里最弱的 非常容易被打断 然后呢 这个加息能力不强 伤害也不高 OK 但是这个人物的 这个48级技能很厉害 刚才是一个40级技能 这里来个48级技能 走 这是一个48级技能 因为我是边打边路啊 所以说呢 会有点卡 这里就是不好意思了 各位 实在是抱歉 那么OK 终于搞定了 这一期的话呢 全人物的一个这个 必杀的一个展示呢 就给大家带到这了 我是本期的解除友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希望帮我点点关注吧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